王毅川到底是怎么样拿到电信业者所谓的定位的资讯 然后来告诉大家青岛行动跟519小草行动是不一样的人 他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现在大家都在问王毅川 可是某种程度王毅川没有解释大家的疑问 学者就讲说要好好的厘清法律来授权 而且包括国安单位我看昨天也讲了 如果国安单位在国家有必要的时候拿个资 是经过很缜密的12道的一个程序才能够拿到 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给政党的 来 请教完轩 我觉得王毅川 一直以至于我不是跟他那么熟 但是我看在媒体上面的表现的话 通常如果说他有一些证据 说他有一些道理的话 他是正正有词的 他不会突然之间说小红就不说话了 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我认为他心虚 因为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严重 我觉得他没有到所谓的可大可小 他就是很大 原因在哪里呢 因为对于一般来讲你说手机 比方说你这个手机用中华电信 你用什么台歌大 用什么我们台湾有三家电信公司 一般来说你用了他的手机 你接受他的服务 他当然都有你的资料 但他这个资料他有 但他不能够提供 他不能够提供 但他不能提供的意思我觉得很简单 就有点像Titalk 今天现代人你不是你手机 你会运用电信公司他的一些相关的 这些光纤等等 你可能在一些社群平台 你会用的他这个平台 你在上面利用他的一些商业服务 然后再来的话 比方说我们刚刚讲 Titalk短短营都是 那问题是你不能够拿 他们在你这个上面的一些资讯 拿去做任何的公布 拿去做任何的贩卖 记不记得脸书当初左客 不为什么去国会接受听证 他就是他的这个剑桥分析 突然间卖出了他的几千万笔的账户 所以就代表说 他说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你怎么可以不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某个程度 因此美国都会就传唤了左客 我要他说明 为什么你会让你的资料外泄 所以我的意思说 那包括现在美国为什么进Titalk 他说我的青少年 不过就用你的服务而已 就用了以后你掌握到那么多数据 你可能会回传到中国大陆 因此你了解了所有美国人的 喜好名字 性别种族等等 不是这个意思吗 好 那我们今天用他的手机服务 手机服务因此我们的三大建计会 会有我们的资料 但是这个资料不会给别人 你凭什么给别人 你也不能卖 我觉得现在很多 比方说现在很多东西是被害 对不对 他害进去偷了你的东西 那你有责任 你的防御价要够高 而且你够高 你还不能去贩卖它 就很多的条件 那今天为什么那么多的条件 大家都在讨论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数位时代当中 隐私权跟各自的重要性的时候 王毅川会知道在519的时候 会知道在最近这个时候 在当初的选举前的时候 他的这些人数到底是不是小草 他为什么会知道 所以我觉得这问题非常的严重 不开个玩笑 他说不是小草 有个好处 因为他们现在都在开玩笑 都是回头草 但是显然没有回头草 不是小草 但我的意思说 他为什么没拿到 他后来拿了有关于台中市政府的 这些部分来试的堂再来解释 我觉得完完全全 瞎瞎咕咙 因为以前在台湾 每一个县市政府 为了要去争取相关的 观光的表现的时候 他们其实在第一个 入园的地方 很多景区你进去买票的时候 他会有一些相关的登记 有一些统计 再来的话就是他停车场 他停车场为了人流才会统计 今天那时候有些地方 景区突然间人太多了 所以完完全全这个旅游品质 也变得很糟糕 然后停车场也停不下 所以后来被骂 所以他们后来就去管控 透过停车场的车流的数量 去管控入园的人数 让他不至于进来之后 找不到停车位 而且不至于旅游品质下降 所以这可能是另外一个 再一个就是问卷调查 因为他有流速率 所以就包括一些 那个时候在拼台湾的观光的时候 他会问你说 你来过几次 你叫什么名字 这个资料 所以这叫很明显 我觉得他是透过一个 景点的入园的一个相关的购买 这个入园券的资料 然后包括一些可能停车的 一些相关资料 再来就是你可能主动的这些 相关的民调的一些资料 给你流速的资料 去兜出来的 再跟你说 我今天不过手机放身上 我今天去了立法院 我就可以被你知道 而且你没有贴任何问卷 你没有接受任何访问 我觉得王文山讲的就胡扯 这些东西它的资料 是来自于很多的统计 我告知你 我做一些计算 而且我可能问你问卷 我今天手机放在身上 你就会知道我的性别 我的年龄 我是不是小草 蓝轩讲的这个就是很恐怖 王毅川很狡猾 对不起 我真的要讲王毅川很狡猾 他故意贴这个告诉大家说 你看台中也这样 都知道你整个月 多少人 男女比例 可是事实上那是两件事 我今天只是带着手机 在我身上包包 我经过从青岛东路 我可能只是去采访 我在那边停留10分钟20分钟 我的数据就会被搜集到 我的所有的个资都会被震脑拿去 这太可怕了吧 来 我觉得要重申啦 我觉得以现在这个网路隐私这个 就是看到非常多 隐私受到侵害的这个时代 其实这个隐私问题是真的严重的 那其实不只是在台湾 亚洲地区甚至在欧美国家 欧洲非常多这个非常 对于隐私权现在是非常的严肃 而且也非常的这个 掌握的是非常的近 那当我们回过头来看 这个网易川这件事情 我先说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他到底资料哪里来 我相信现在也没有人知道 但是如果从他的结论 他的结论是说 参加这个青鸟行动的 跟那一天519的民众党的集会 跟过去太阳花是不同一批人 我相信这个简单的评论 这样做这样的结论 其实作为一般的政治评论 大概都可以做出同样的结论 没有 她说是根据资料 根据资料交叉比对 她说手机讯 袁袁她说交叉比对 不要为难她了 没有上车 真的大家都不上车 我要说就这个结论 就这个结论是一个 大家常理都可以理解的结论 但我要说确实 大家有点出来就是说 其实中华电信 透过大型活动 跟不同的活动业者 它有不同的数据收集的合约 这个是常态 在全台湾 哪一个县市政府办理 各种重要的活动都是同样如此 但是会有一个问题是 第一个它会受到合约的限制 也就是这个电信业者跟活动业者 它一定会签订合约 而且这个合约当中 一定会有保密的条款 那另外就是说 在这个合约的这个精神之下 同样会受到我们家 国家的这个通讯保护的限制 所以我在想这件事情 为什么大家很重视 所以第一时间国安会 内政部警政署就跳出来就说 没有人看过这份资料 而且没有任何参与 现在当然王毅川的说法是说 现在就交由司法调查 我们也希望真的司法调查 可以还这个事件一个真相 我认为确实我再次强调 刚才讲的很多中华电信也好 电信业不是中华电信的 提供任何数据 是目前市场的常态 但是都是基于要去识别化的 无论是年龄或者性别 都是可行的 但是我觉得也要回头过去来查 就是说我们现在各个电信业者 是不是都有依照这样子的规范 去落实 有没有可能卖了我们资料 我觉得这个也是要查清楚的 来 江文哥 这不是常态 市场上面知道的人不多 各大活动是这样办 用的人更不多 参加过的活动 大家都办过政党活动 你告诉我哪一个 哪一个政党活动办的时候 知道说我可以去找中华电信 帮我看一下 我绕来的人有没有到 我上次来的这次有没有到 告诉我我从来没听过 我也参加过很多的活动 我们也办过活动 我从来不知道 所以我没有办法用一个 就是说大家好像都知道 混过去 要用台中市的资料 那不难 王毅川当过 林嘉隆的时候 王毅川是台中市政府的 交通局的举照 他对台中市有一点熟悉度 当过交通局 你总该知道NCC电信的管制 那是交通部管 是交通局的业务 我不知道他那个时候有没有 可是王毅川不要混水摸鱼 有关于这种每个观光景区 甚至于台北市的每一个夜市 一年下来人流有多少 什么时候人潮最多 男的女的有多少 交通部都可以查查得到 那根本就不是秘密 没有人在跟你讲这些东西 不要东拉西扯 王毅川讲的 让人家惊悚的就是第一个 如果有绝对不是只有一家电信业者 我哪里知道今天来的人 是用中华电信 是用远传 是用台湾大哥大 我哪里知道 我不可能只有一家 第二个就是说 他还可以持续的回头去 要求你再跟我比对 同样的这支号码 之前5月19号在哪里 这就吓死人了 我告诉你 我只要真的心怀恶意 我可以盯着林国成 你告诉我林国成 过去一个月他去过哪些地方 那个定位基本上面 你都可以办得到 好吧 当然这些 接下去不只是 王毅川的问题 还有就是电信业者的问题 立法委员们必须要去 盯着电信业者 告诉我你为什么这样做 我们都不知道 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做 你卖了多少钱 财报上面我为什么看不到 再来就是你跟使用者 譬如说我用的 我用中华电信 我用什么东西 我跟你签约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把我的东西 是可以这样用的 因为它已经涉及到 对我个人的监控 你可不是在一个景区里面去 没有指明的统计说 今天到底进来了多少人 男的 女的 老的 小的 我只是one of many 那无所谓 因为你不知道 我又来 去识别化 可是你已经可以识别我 你已经可以识别我说 你上次有参加小草 你这次又来青岛的东路 你是那两头你是在混的 我已经可以锁定你 辨识你的政治立场 刚刚兰轩提到的就是剑桥 剑桥分析 剑桥分析在2016年曝光了之后 它很快隔年不到半年 美国英国公司全部破产 都宣布倒闭 祖克勃就躲过去了 没有 祖克勃6年之后 被美国DC的总检察长 明示诉讼起诉 他很快的说是我的错 民进党到今天为止 起码就还没有人在为他 为王毅川的做辩护 你看到连柯建民 你想如果说 这个是普遍的情况 柯建民会不知道吗 你认为吴思耀会不知道吗 柯建民为什么不敢帮你 背书说大家都这样做 你只要告诉我 大家都这样子做 我就当做是我无知 我不知道 很抱歉 我今天看到的 即使是交通部 他们都不知道 因此这件事情的可怕就是说 他已经可以监控 就是你可以做很多 我跟你签约的时候 不知道的事 而你会出卖我在某一些 你可以做商业行为当中 可以去追踪我的行踪 我为什么要让你知道 我参加了小草 我没有去青岛都 我为什么要让你知道 你凭什么知道 同样你就可以监控我说 我到小草的时候 我是不是吃完便当就走了 还是我在那边待很久 跟你唱歌跳舞 听你在那边讲废话 我不知道 同样我也可以去监控你 如果说真的现场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有没有参加我的冲组 你有没有做做什么事 我都可以办得到 就是我已经做到 细致到这个地步的时候 他真的是 但是在过去我们看到大陆说 用人脸辨识 在张学游演唱会的现场抓人 我在我的当时我都觉得 对 这样子让大家去参加什么活动 都不自在 可是比我们这个还人道多 他还是抓罪犯 可是这一天所有被点名的都不是罪犯 你可能会说他又没有点蓝宣的名字 他没有给你唐湘雯名字 可是我告诉你 他知道你蓝宣有没有去 他知道你唐湘雯有没有去 你不要因为他没有点你名 你觉得无所谓他知道你的一切 比上帝更清楚 当我们在批评对岸的时候 怎么样子去滥用这样的一个 资讯的监控的时候 你回过头来看 我们竟然有如此的不民族 这实在是有点讽刺 的确观众朋友 这件事情都还在发酵当中 我们收到中华电信 刚刚的最新说明 他说本公司与王毅川先生 没有任何接触 也没有任何的业务洽谈 我们进一下广告 那就跟 好 国会改革法案前天 已经三读通过了 我们看看赖清德总统的反应 昨天他是以党主席的身份 开了一个中平会 那会中他有说了一些话 包括国会改革法案 他支持行政院复议 还有也支持提出视线 那我们来看看卓荣泰 他昨天去拜访 包括国民党 包括民进党的立法院的党团 他说了什么 我们来看看 在蔡英文前总统带领之下 民进党一党独大 八成五以上的法案 都是强行表决通过 连场面话都直接省略 卓荣泰更主动提到 前一天三读的国会改革法案 危险 昨天我们也确实看到 大院通过了几个法案 引起社会不少的争议 是有自爱难行之余 行政院依照宪政的程序 做任何的行为 我希望大院都不要把它当作 是一种对大院的不礼貌 希望卓院长再思考一下 请不要在刚刚就任 就提出对国会的 相抗衡的这些做法 李茂星大会直接变成辩论大会 好你看到卓荣泰 他要提复议 那这个国会改革在社会上 有很高的支持度 所以柯文哲就提醒说 你没有看民调吗 包括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意调查 由五成七的民众赞成 所以呢他要这个 包括卓荣泰 包括赖心得要好好的想一想 而我们看到包括 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说 要跟视线抢时间 就是延续我们刚刚上一题讲的 有一些弊案 或是有一些怪怪的地方 像是王毅川所爆料的 有没有可能执政党在监控人民 所以他们要跟视线抢时间 要素查弊案 毕竟民进党已经提出来要视线了 傅昆琦讲了另外一件事情 某种程度也开了另一个战场 因为他突然讲说 赖心得的国情报告 如果你到国会来 只说不答也尊重 所以我看到国民党有一些人 其实是反对的 是反对的 那傅昆琦就说 我的回应 我的说法遭到曲解 我们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部分里面党团没有共识 所以我这就应该是副总 到自己个人的一个看法 那是不是会让绿营见或查证 那绝对会是的 看不见三 支持傅昆琦的个人意见 不能代表党团成员 会这样说 全因前一天 傅昆琦的这段发言 要请总统国情报告 傅昆琦说 不一定要急问急答 只说不答也可以 但国民党立委不能接受 跟傅昆琦看法 将左来立委马上炸锅 因为历经四次院会冲突 才三度通过的 立委直线新司法 十五条之四明定 总统对立委口头提问 要依序及时回答 也就是所谓的急问急答 如今总召说 可以只问不答 被质疑 这法是白修了吗 各位可能有些曲解 在实施之前 尽快来立法院 我们诚值的欢迎 那实施以后 当然要照国家的 通过的这些法典 依法来进行 还原语义 傅昆琦曾经 是在法令颁布之前 希望总统能先释出善意 没想到党内杂音 来得又快又急 只是一个不留神 又被绿营 见缝插针 傅昆琦说他是被曲解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 你看得了便宜还卖乖 就是像这样的政党 说实在一点诚意都没有 其实我觉得 刚才副总召讲得蛮清楚的 就说没有错 我们其实经过四天的院会 大家非常辛苦争取来 就是未来总统来到立法院 做国情报告的时候 要用急问急答 这个是在法条上非常明确的 但是他必须要等到 就是公告实施之后 否则的话 他就会说 不要说他们讲做违宪 现在连合法性都会有问题 所以基本上就说 如果是法令已经公告实施的话 当然是急问急答 如果按照现行的话 他就没有这样的一个 强制性的规定 但是我想多讲一下 就说今天民进党也就说新的政府 赖总统他在上任之后 其实非常短的时间内 他展现了非常强硬的态度 他丝毫不想跟任何的在野党 要做妥协或者做沟通 所以刚才讲说 两岸之间要不要沟通啊 要不要交流 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来在台湾 自己的国内 你都不愿意做任何的妥协交流 请问你能跟谁做妥协交流 我们有讲过 赖清德从上任以来 事实上上任以前 就是他选上到他现在就任 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跟任何的在野党 不管是党主席也好 或者像我们的党团也好 伸出任何的说 我愿意来跟你沟通 我愿意来跟你 这个我们谈一谈 现在就说 大家希望共同推动的是什么 可能有些什么期间 没有 完全没有 这个跟过去连陈水扁跟蔡英文 他们在就任之前 都会试图跟这个在野党 有一些交流 有一些协调 有一些对话 赖清德不需要 他觉得根本不需要 好那现在 他现在开始才两个 一个他让习政院复议 其实我觉得卓榮泰是被他逼着的 因为对于一个新的院长 他当然尤其马上下个会期 就是预算的会期 他当然不希望跟这个国会搞得太僵 可是没有办法 他的主持交代他 反正就硬干 我们今天对着干 所以他立刻行政院要提出复议 但他只好复议一定以现在的习次 他一定会被否决 所以他有一个最后的保护伞 叫做什么呢 大法官 因为大法官反正都是我们家的 都是蔡英文提名的 可是我今天就要问 我们这些法律 立法院现在是新的民意 我们全部是一票一票选出来的 不管是区域委员或不分区立委 通通是一票一票选出来的 结果完全是民意一票选出来 锁定的法 最后给一个完全没有任何 民意基础的大法官 让他整个可以帮你打巴掌 让他整个把你践踏 整个把你阉割 这就是你要的现在的民主宪政吗 所以我们今天讲 我们今天讨论什么 要不要费监察院 搞了半天 民进党是要费立法院 你现在不是这样吗 大法官他全部都是你们 蔡总统他一个提名出来的 你们也可以冻结他的预算 司法院冻结他的预算 我必须说 如果今天动不动用视线的方式 来阻挡说因为你是少数 你等于说你选不过 你今天就翻盘 用大法官来保护你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 毁宪乱政 我想今天国会改革 就是赖清德一句 还手为攻 搞了立法院打架打成这样 大家遍体零伤 这始作用者就是赖总统 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就来谈 今天你们要提副意 我们尊重你 但是副意 我敢给你保证 这个副意下来就是60票 对你们51票 就是这样 所以明明知道不可为 可是你为之 这是什么 赖总统你的受益 我还是要奉劝 我们卓院长 你明明知道不会过得复议 你又提出这些行政院 直接对撞立法院 请问你未来在执政的危机 你要负责 第二 赖总统 你有胆势 立法院已通过国会改革 这个法案 送到总统屋 你就不要签 第二个 我必须要提醒你 宴既有争议的时候 是总统在调情 可是没有想到 是总统始作拥责 只要糟糕人家 你这个总统 到底是前民总统 或只有民进党的总统 这个你必须要考虑 最后我还要呼应 大法官 虽然立英提名你当大法官 可是大法官 你要有宪法的良知 今天立法院定的法令出来 本来立法院就是在定这些法令 我不晓得 我们定的这五条当中 哪一条跟宪法无关的 所以我还是要呼应 这些大法官 你们要拿出 你们自己宪政的良知 如果造成毁宪乱政 你们这些人要负责 但是我要呼应 这15名的大法官 宪政危机 你们要负责者 选前我们觉得台湾被撕裂了 选后我们看到台湾社会 现在看起来比选前 撕裂的情况更糟 这就是我们要的台湾吗 我们进一下广告 好 国会改革法案通过之后 有人认为说 国会的权力这么大 那要不要就把这个监察院给废除 可是中华民国 大家记得吗 国父有讲过 我们是武权宪法 武权分立 所以废考间这件事情 由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讲出来 就有一点点怪怪 羞夸怪怪 傅宽奇讲说下一步废监院 立马我们看到国民党的 文传会主委李燕秀 两度出来讲话说 没有我们国民党 长期主张武权分立 我们来看看 我们一定会废除监察院 而且就从今年开始 国会改革三读后 国民党团总召傅昆奇 想乘胜追击 只是怎么会突然聊到 废监院这话题 就是因为监院第一时间发新闻稿 强调立法院的调查权 本应受限制 监察调查权 以及司法侦查权有别 不应重叠互相妨害 造成公务员无所适从 只会 办蓝不办绿的监察院 今天还有脸站出来 对立法院 对台湾的单一国会 来指指点点 这真的是不伦又不类 总召这话说得凶 白银总召黄国昌认同嘉一 那党主席柯文哲呢 被考监两院 过去是民进党长期的主张 那台湾民众党也是 持同样的看法 我们还是主张三权分立 柯主席表赞同 不意外 倒是朱中央对这议题 有点尴尬 无权分立是向来 这是我们的主张 尽速的让监察院 有一定的功能 是国人所期待的 认同监院只查政敌 但不认为应该废除 或许也是因为 这可是国父孙中山的 制限理论 岂能一句话 说废就废 听政权部分 立法院有 监察院没 而调查权的差别在于 立院可以成立调查委员会 或专案小组 调阅资料文件 人民若违反 不想提供 罚还一到十万元 官员违反 送监院调查 而监察院调查权有强制力 不只政府机关人员 部队要接受 私人团体也不得拒绝 看来的确部分职权有重叠 差别只在想发起调查 可以不用透过监院 好 来 请教肖文哥 你看到的 看到的这种的 在立法院里面的 现在的情况 这种的情况就是 在面对到 所有的权力结构的时候 这个很简单的问题 总统的权力 跟其他的所有的权力 都不发生关系 怎么办 表面上来讲 他是老百姓选出来的 可是老百姓选出来 第一个 我们现实上你也知道 你也罢了没过不了他 民调高低也影响不了他 选上了之后 他就是四年 四年之后再骗你一次 就算他半年之前 骗了所有观光旅游业者 又怎么样呢 近乎就是骗你票而已 观光旅游业者 在当时的时候 也是被灌迷汤的 灌的觉得OK 谁当选的都一样 可是现在 那你在面对到 面对到所谓权力制衡的时候 我觉得国民党 讲几句话 国民党的朋友们参考一下 武权分立 武权分立有什么大不了的 请问国民大会在哪里 我们的宪法里面 最核心的不是那武权 是国民大会 国民大会现在都不见了 不是吗 都不见了之后 你们还会这样过 国民大会就是变成任务型国大 而且我们知道 根本不会有任务型国大出现 那你不用废监察院 你改成任务型监察院 可不可以 有啥不可以呢 我这样就给你个面子 任务型 就是如果真的监察院 要办大案的时候 有什么大案需要监察院的时候 没关系 我们再由总统来指派一次 然后再经过你们立法院 可不可以 有什么不可以 第二个 简单的数学逻辑 今天调查权很重要 可是调查权一定要属于同一个单位 不能够两个单位都使用调查权 监察院的调查是针对公务员 这个非常不一样 所有的国会的调查权 你有没有看到美国的国会 连大学校长都叫来练 练完了之后乖乖就请辞了 几个名牌大学校校长 社会声望都很高的 乖乖都请辞了 监察院是管不到他们的 他不是国立 他都是私立大学 那几个名牌大学都私立的 监察院对公务员会 有一点点的威吓力 是因为当我调查完了之后 我如果要弹劾你的时候 我就把你送到公务员惩戒委员会 它叫做公务员惩戒委员会 如果你不是公务员 如果你今天是王一川 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个时候怎么办 调查权在国会里面 跟在监察院里面是完全不同的意思 我们也不需要把国富 他当初有这种想法 OK 随他变了 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 你也知道运作起来 有的时候其实不尽合理 在眼前的时候 怎么样处理最重要 台湾其实需要想起来的事情 总统没有制衡怎么办 他可以为所欲为 不然你卖了 你就还得帮他数数钞票 第二个 今天的国会拥有调查权不合理吗 全世界大部分的国会 对调查权都司空见惯 今天我们所通过的 就是国会的 国会的这几个改革法案 不要说你民进党过去说 我开玩笑讲说 我真是看不起民众党跟国民党 你们为什么帮民进党 实现他们的青春梦想 30年前就要国会改革 这个是从我认识民进党的时候 我们的青春 我的梦 民进党的青春梦想 他年纪大了不敢实现 结果都靠你们 你们几个帮他实现 可是他还不感谢你 其实他还不感谢你 而且他们说 现在都是狗屁倒灶的 本来就是 就是说那我们 感谢我们 你们干的是对的 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坦白说 当然国民党是信仰 武权分立的宪法 但现在不是武权分立 武权分立是相互制衡 相互监督 但是在过去的八年 是五权合一 全部都服应在蔡英文的领导之下 全部都是蔡英文之派的 司法庆监察庆都他的 对 现在好不容易 试权有一权立法权 终于有一点点强硬了 赖清德还是掌握了试权 过去我们的监委 为什么人人喊废喊打呢 因为他真的不知道干什么 我举个例子好了 台北市因为现在调查的 金华城 当时就是有一个监委 坚持要我们给金华城容积率560 然后那个监委在卸任以后 还跑到沈静金的基金会去认职 好啦 那这一届的监委 曾经被人家统计说案子少得可怜 是历届监委里面调查案最少 结果这些监委为了拼案子 你知道他们调查什么吗 来调查我们内湖的大湖公园的那个湖 为什么不可以划船 这居民觉得很吵 那个是一个休闲的景观湖泊 为什么要可以划船 你知道那些监委 非常浩荡的带着我们市府官员 到现场要去视察 结果被居民包围了 鼻子摸摸回去 所以你说监察委员他过去 应该是要去正官征 去监察这些官员 不肖官员 可是我们的监察委员现在变成说 我们看不到他的功能在哪里 我们监察院每一年要花 10亿的预算给他们钱 给他们司机各种的费用 黄国昌说监察院 已经是变成典型的废务院 所以一定要废 柯建民怎么讲 他说蓝白在推废监察院 就是这个扩权阳谋 可是我想问一下议员 过去民进党不是主张废监考吗 现在有改变了是不是 其实在政治学当中 很多的宪政体制讨论 就说中华民国独创的五权分立跟三权分立 其实本来就在学术上面有做了非常多的讨论 当然都有利有弊 只是说在台湾的国庆当中如何落实 那但我觉得要改不是不行 要改不是不行 但我觉得跟这次立法院的状况一样 要改不是不行 中间应该要经过讨论 你想要怎么改 你为什么怎么改 对于现在的这个宪政体制 会带哪些冲击跟影响 你是不是要讨论 不是今天某一个人今天心情好说 不要废 今天改天收到大家又练就说 没有我口误不是这个意思 那我觉得这个就凸显出在对于宪政体制 在对于立法层次上面的不严谨 也我觉得也不是大家想要见到就是说 这么重大的议题用这么样亲户的方式来处理 那我想要再补充几点就是说 其实对于赖清的总统 他其实在选前跟选后 其实他都有说 他到立法院 就是依照宪法来立法院 其实他都是 他都是 他愿意的 他是愿意的 国庆报告 对那只是说在台湾我们可以 我们到底要怎么做 我们说参考美国 美国的国庆之文就只是 只是报告 只是报告 那今天大家想要改 想要改变 不是不行 那这是中间的讨论 那结果我们就看到讨论到最后 好像就是各党派 甚至各党派自己内部的声音都没有统整 那这个就让人再一次觉得 那这个立法的过程是不是没有那么周延 我是觉得要为此讲这些话题很难为他 因为你刚才讲到有关于说 这个有些事情 你并不是心情好的时候就说要废 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说不要废 那这个你对到去 就是明显然在讲他心情好的时候就说要飞监察院 现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说要不要飞监察院 二三十年一直说他要推动国会改革 现在心情不好又说不要推动国会改革 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坦白讲 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的话 我们很清楚知道说复议这个事情 因为现在蓝白是居多数 所以这个部分一定 我想这个左伦涵一定会推 但基本上一定会被否决 所以视线这个事情我真的是觉得很严肃 就是说今天我们去看这个内容 你会知道说如果说他的理由是 因为我们的这个讨论被没收 因为整个程序不正义那不好意思 在2018年2019年国民党都针对了 前瞻预算也同样的发言权被否决 然后程序不正义 因此他们就要求视线 通通被驳回 通通不接受 所以今天如果说 国民党提这个东西不被接受 你们这样提就接受 我觉得这个大法官 我们要画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但是他会说不一样 我今天不以这个程序不正义 我们不以这个发言被没收为理由 我以国会扩权为理由 我们就要回过头来讲 国会扩权里头到底哪里扩权 所以我刚才很多来宾都讲到了 到目前为止 事实上就是一个行政权独大 而且就过去来看的话 民进党执政立立 他们过去所一辈子 所去追求的就是国会的改革 所以这一波 你不管是就过去 民进党主张来说也好 就目前国际当中看到的 听政权也好 调查权也好 包括我刚刚讲走克伯 为什么到国会去作证 就是因为国会听政权 福利根管不到他 对不对 今天民间机构如果他爱怎么样子 他的这个资料账户 随便你搞 随便卖都没关系 所以您就拿他一点都没有折 所以回过头来看 我就觉得这些大法官们 我觉得他们 我觉得台湾坦白讲 我要讲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在于说我们一路跑信过来 我觉得台湾某个程度的政治改革 都被民进党所定义 我们过去在跑新闻的时候 立法院这样打打闹闹 我们也觉得很难堪 也觉得很难看 但他说这个叫做程序杯葛 因为我们是少数 我们只好这样的杯葛 对不对 是不得已底下的杯葛 所以我们都觉得这个东西 好像不得已当中 应该要有的一个正义 就是你为的是一个 终极目标当中的正当性 当然没这样主任之后 这不叫做程序杯葛 就叫做程序不正义 我想这怎么回事 为什么你在的时候 就叫做适当的程序杯葛 你不在的时候 你在直动的时候 就叫做程序不正义 所以包括我们讲藐视国会 为什么你在在野的时候 他就不叫做藐视国会 就是应该我们的立法院要受尊重 为什么当你执政的时候 这个就对我们藐视国会 为什么这叫国会扩权 你在当在野党的时候 这叫做我们立法院要站起来 我们应该要有的权利 而且甚至在他们的说法当中 监察院完完全全一无是处 没有任何应该从地表上面消失 所以他的什么纠正权 弹劾权 都通通拿来立法院 不是他的说法吗 为什么你执政之后 通通都不对了呢 所以回过头来看 如果说今天要走到事件这一步的话 我们大法官是服因谁的价值 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好 请一下广告 好 过去两周立法院爆发了 好几波的肢体冲突 我们看到有很多立法委员挂彩 现在都喊着要互相提告 好 我们来看看 他说他被您提告 我以为会去验伤 谢谢 他有个你会对他提告吗 我找律师在研究中 就算被告也没再怕 起因民进党立委邱毅莹28号 用扇子呼了国民党立委罗志强一巴掌 罗志强决定提告 事隔一天民进党团总召科建民喊话 以对话代替对抗 我好像到现在没听到他们有道歉吧 什么叫降低对立 我是被打的人 你降低了对立 你打了我又跟我讲降低对立 民进党不要再玩这种双标的两套标准 罗志强不领情 国会推击场面 一共四天 以17号肢体冲突最激烈 先后坠落主持一台 民进党立委郭国文和邱志伟 提告八名国民党立委杀人未遂 就算立法院全武航在所难免 过去也有策告经验 科建民过去更曾劝自家立委以和为贵 但这回伤势不像从前轻微 恐怕还是法院见 一马归一马 他要和的话我就不求赞 他要赞的话我就不起和 毫无策告的理由 他们死不认错 本来应该该追究就追究 最近很多委员都在互相控告 觉得未来的立委员的和气 会不会受到影响 好谢谢 即便未来大家要共事四年 但一笔归一笔 尤其对这两位女性立委而言 似乎更是必须 民进党立委林淑芬 这一拳下去 卖一针类素勾起家暴离婚阴影 而被民进党立委中嘉宾暴摔在地 臀部大面积淤青 也不能这样过去 立法院四天全武航朝野没打算 轻轻放下 这是一个受伤过往大整理 以后未来怎么办 国会气氛这么糟吗 我觉得没错 这一次确实有发生很多的肢体上的冲突 但是我刚才看到柯总召开记者会 那几个大字 以对话代替对抗 我真的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今天好像是 我今天把你揍一顿之后 然后下一刻就说 我们坐下来一起喝咖啡 好好谈一谈 但是在我要跟你坐下来谈之前 我完全没有任何的道歉 我也完全没有任何的悔意 但是请你要坐下来跟我谈一谈 不就这种感觉吗 大家很多说这四天的院会 看到立法院有激烈的肢体冲突 但是我要讲 每一次的主动的这些 每一次的这种比较大型的冲突 全部都是民进党的主动攻击 我们第一天的时候 我们就讲过非常多次 比如说包含沈柏阳 那时候不是被摔下主席台 他们当时是把那个门 整个这样子不是 踩我的背 踩我的背 然后整个攻击进去 如果他不是主动攻击 怎么会有他摔下主席台 同样的邱志伟跟郭国文也是如此 我们没有去主动攻击民进党的立委 另外后来有些零星的 比如说那个曼玉珍非常清楚 因为当天其实是非常早的时间 这大家为了要抢那个 大家贴那个标语跟布条 那个时候其实在我们国事论坛之前 就我们发现绿营的电视台 就采用民进党那个片段的 就是后来曼玉珍回 就是等于还击的那画面说 曼玉珍打人 不但打人还踢人 他觉得说哇你怎么那么凶对不对 可是你如果整个还原全部的影片 你会发现曼玉珍根本是去欠价的 真的他是去欠价 然后他是被推被那个林淑芬 一推二推 我知道有人说三推 但我看到一推二推 然后再过来去打到他的腰部 打到腰部 所以曼玉珍才回击还手 还手之后林淑芬立刻一去 又勾拳上来 好 再来发生罗志强 罗志强在直播非常清楚 请问是罗志强走到邱玉的面前 我不晓得邱玉说要告 你要告谁 你要告那个机器吗 那个机器也没有走到你前面 是你过来你看 他自己跑过来 然后打了罗志强一巴掌 当时罗志强真的 他说他是有点被吓到 说他怎么会打他 而且他就站在什么样呢 就是因为女生打男生 男生没有办法立即的还手 否则的话就会立刻说 男生打女生 而且那时候我们已经接近 快要表决完了 大家希望说不要太混乱 所以当时真的自强是 大局为总下 然后你现在还 这叫做怕人 怕中人 这个完全是这样子 还说你要告 请问你到底要告什么 来 议员 我相信其实这几天 所有的委员 大家都在立法院 或多或少 其实身上都有一些伤痕 其实大家也是身心俱疲 但确实在立法院交锋 特别在那么紧绷的状态 这个很多时候 真的是会茶墙走火 但我觉得就民众第三者的角度 会看到是说 像我印象比较深的是 中加兵委员 就是好像是第一天的冲突 因为他就是 扑上去啊 扑上去 好 但他第一时间他有道歉 他第一时间就说 确实那个状况 他说他踩到纸啦 滑倒 对 那他就有道歉 那我认为 现在其实大家都一直 在讲非常非常多的细节 不过也确实到了一个 我觉得民众也看了 会有一点疲惫了 那是不是大家可以真的 这个 修兵 修兵 不要讲修兵 大家真的可以比较冷静一点 然后这个 对啊 好好讨论法案 以对话代替 我在想 柯总召讲说 对话来化学对抗 其实我跟你讲 你说的一堂 做的都一堂 我跟你讲 里面最理性的是台湾民众党 一 我们八个人不会挑衅 打你们五十一个人 怎么会我们卖一针去打他 所以我跟你讲 真的眼睛说瞎话 这不好 可是委员 我觉得你很理性 但黄国昌委员可能没有 黄国昌也没有出手 可是被你们骂得裹血淋头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我说实在我们是最理性 我们还是服役 国会我们是理性务实 我们不会去打架的 我同意不一定要走司法这条路 要不然法官也很可怜 但是打人的要道歉才有和解 就像陈水扁 你要特色可以 你要道歉认错钱缴回 立法院也是 邱颖要去跟罗志强道歉 因为邱颖那个行为真的很粗暴 他不是不小心插箱走 他是走过去打了 打了还讲一句话挑衅 你先不要打过 这个真的是言语粗暴 然后挑衅 然后又去打人 他就是仗势的说 你是男人我是女人 不然你来打网 那我们去看打成金灰的